哇 这一片 它可以算是今年台湾最怕遍的 金针花山 这边是在刺客山的小瑞士的这一片 真的是最大 你看我这样走完没有走完对不对 而且我的对面那边也有 你看这两边全部都是 新智奖号有两种座椅 一种是腾云座舱 它上面有提供像这样的一个甜点 可以选择一样作为赠送 那或者是说你是搭一般座椅 它也可以享有这个甜点 不过就是另外在付费购买 那我今天选择的呢 一样就是新智奖号的一般座椅 一般座椅的话 它的上面它跟腾云座舱最大的差别呢 就是说它一排椅子是四个 那它一样也有吃饭的地方 那一样呢它也有手机的冲座 那它上面的是四个座椅 那腾云座舱是三个 那就是一般舱的一个卫浴设备 其实也是蛮干净的哦 看得出来是整理得非常的用心 然后这边的话它四个座位 就像你现在看到这样子 那一样边边呢 也可以看到美丽的花东风景哦 那大概就是这样子 那目前的话 非家人的话 人的话不是那么的多 所以呢 坐起来我觉得是相当的舒适 那也可以看看外面的风景 那如果说预算上比较有的话 坐腾云座舱是一排三个座椅 我觉得也是蛮棒的 到了花莲玉里车站 它的左前方就是租机车的地方 有很多家 那我是选择自由行租车的这一家 下了火车 如果还没有吃早餐的人 距离两分钟的车程 有一个素食早餐店 那这家的老板娘呢 他们的蔬菜跟蛋饼皮都是自制的 就像这样子非常的好吃 这是机车的视角 沿路都有标示 如果你是租新的话 大概就是500至600左右 那如果是租旧一点的话 大概是450到500左右 如果淡季的话是比较便宜一点 那因为有点波度哦 如果你是要骑很快的人哦 我是建议就是直接租新的马力比较强 四颗大道 这边北 然后这边是南 这样刚刚一圈 不管你从哪边绕 都是这样一圈这样子回来 那刚从火车站到这边大概骑了40分钟左右 刚刚听说那个有上去的观光客说 北边路比较窄 比较美 但是南边这边 它卖的东西比较多 观光客比较多 现在我们在中间 那刚刚前面有另外一个当地人给我们建议 建议我们先从南过去这边 走走走走走走 走到林家园那边 到这边最边边的三颗石头 再从三个车这样绕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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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绕的最经验的北边这边的千顿石龟 然后再这样回来这样一圈 它觉得这样子还会有那个经验的感觉 好那它决定走这个当地人提供的这个路线 南边进来 这边就是整片的 哇这好大片哦 哇这里太美了吧 哇你看兩邊 它整個山坡 哇太漂亮了 南邊的刺客大道一進來就有一整片非常密集的花海 這邊真的很驚豔 很多人都停在這邊拍拍走走的 非常好看 這個是刺客大道的機車視角 那沿路的話花都是有的 非常的好看 像這樣一片一片的 然後這邊是南邊的這邊的平台 尿望台 這邊也是很漂亮 這是凌家花園的商店街 紫斑碟 這裡好多紫斑碟 這邊的話就很多囉 超多的 而且後面還有雲海 哇超好看的 我覺得刺客山是全台灣的金針花 它整個最密集的地方 凌家園的這一段呢 它有非常多的遊客也有賣吃的東西喔 然後這邊的話的裝置藝術也已經弄得很漂亮 所以拍照起來是會讓人家非常的喜愛 汪家古厝 竹林 秘境 竹林 花海 現在已經騎到了北邊的刺客大道 所以一圈的話 如果你沒有停一個小時就可以逛完 如果你走走停停的話 這樣一大圈大概是要逛大概三四個小時左右 小瑞士的農場 這是北區這邊花最多的地方也是最震撼的 這邊除了裡面園區有 後面這邊山壁 哇也是整片的 這裡真的很漂亮 你看這邊 然後後面 喔這邊是最大片的 我現在拍子拍一下 每一個農莊都有賣東西 那這邊是可以使用這一次花蓮政府提供的農油券 一個人是250塊錢 如果說還沒有使用的 可以在這邊做消費 他們會很親切的幫你做解說 這一區的話很密集 然後我又遇到了要找我爸們拍照的觀光客 哇這一家人 他們真的很會擺POSE 見面其實有緣 哇這一片 它可以算是今年台灣最怕騙的 金針花山 這邊是在刺客山的小瑞士的這一片 真的是最大喔 你看我這樣走還沒有走完對不對 而且我的對面那邊也有 等下這兩邊全部都是 就是台灣有三大的金針花區 都在這個時間拍 刺客山就是現在這邊 它目前呢是最快開花的 那接下來就是六十四山 現在也可以看了 那南部呢就是會有這個 泰瑪里金針花 它稍微花期會比較慢一點 都很漂亮 那這一片的話 它是屬於最大片的 我看到過最大的就是這一片 滿山滿谷超漂亮的 現在目前滿開中 一直到九月底 你看我這邊喔 現在倒走走回來喔 正面的感覺 你是不是看到這邊也有 這邊也有 這邊真的是最大片的 那南區那邊的話也是很不錯 它是一塊一塊的 那這邊的感覺是比較寬闊 兩邊都是可以的 南區北區都可以一起欣賞 反正就是一圈這樣子啦 今年的刺客山花礦非常的好喔 它你不管是在每一個角度都非常的好看耶 拍起來就是滿山滿谷的花海 看得出來是有在維護 那沿路呢 你這樣機車這樣騎過去 也都是這樣的景觀喔 等於是這一片是非常的大的 千年石歸園區 車輛不能進入 停車那邊走上來這邊 大概已經走了150公尺 然後往千頓石歸還要450公尺往下 因為要走所以進來的人很少 走吧 哇走進來它是整片的山坡 都是金針花 但是千年烏龜到底在哪裡呢 怎麼沒有看到 整片像後花園的感覺 很大片 但是那個龜真的還沒有看到呢 好像在走耶 啊原來就是在這個路的盡頭 有人說這個千年石歸呢 是代表刺客三人堅毅不拔的一個毅力 也有人說這顆千年石歸呢 是希望遊客到這邊能夠像烏龜一樣 慢慢的走慢慢的欣賞 千萬不要太快 這邊叫做小台灣 這個湖呢 看起來像一個小型的台灣 金針花的導引在水裡面非常的漂亮 那這個區域的話花也非常的密集 那因為要走大概200公尺的產業道路 其實可以騎車過來 所以人稍微比較少一點 但是過來這邊其實蠻驚艷的 因為也是一整片的山坡 都是密密麻麻的金針花 台灣最大片的金針花海 就是在花蓮的赤坑山 收到大片的金針花海 還有一 blade的人 選擇 水晶 塞 水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